消防人員站上黑色轎车 把车门大力拆除 要把受困的民众给救出来 而受困的还不止一位 在轎车另一边 一名男子痛苦哀嚎 因为他的右脚被卡在座椅下 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拿出破坏工具 因为现场还下着雨 两名消防员拿出毯子 替伤者遮雨 这起严重车祸就发生在台南加利区 这辆黑色轎车在大雨中高速行驶 疑似因为视线不佳 自撞路旁电线杆 车上五人统统重伤 其中两人送医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现场救援人员紧急对Oka伤者 实施CPR抢救 送上救护车 可以看到黑色轿车车体严重变形 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座椅全被撞到东岛西歪 撞击力道之大 电线杆被撞歪 一旁消防栓也断裂 画面相当触目惊心 雨天道路湿滑 事件不佳 民众开车要小心慢行 以免发生危险